所以你看到我里面有一个大姐是叫莫婉婉 就是丽萍燕的 那是一个很有力气的女人 那么是脱胎致死兄弟里面有一个大力士 那莫妍燕就是莫小宁燕的那个二姐是跑得特别快 所以你看到第一集她见不如飞 飞奔 比一个马拉松筛跑健将还跑得快 那是脱胎致死兄弟里面一个飞毛腿 那其实我原本还要给其他的姐妹弟弟都有一个特长 但是后来我就担心会太过脱离现实了 因为变成一个太过不写实的理财 所以我就点到为止 但是从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有时一个创作忆恋 就是很这样奇妙的出现 你看到一个风车 你就想到童话 想到童话 你想到小时候一个很喜欢的故事 是兄弟 那你就把这个故事可以套进我所要创作的一个故事里面 然后我从中主要是想从中栽起一个精神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那种亲情 那种团结 一致对外的 所以你看我花兰村里面那些兄弟姐妹虽然有争吵 但是当外敌在前 他们就连成一起 一股作气大家一致对外 那也能够留在哪里 就能够食材的 但我们 crafted开了 那一年 也能够留在哪里 就像我给他的它的 最后一遍 好 其实 来 这一年 以上